歡迎收看三月四號 星期一為您播出的新台灣加油 我是許貴雅 中國三無快庭 他越界到金門的海域 翻覆的這個案子 立法院内政委員會 今天上午來進行專案報告 責任現在是還沒有釐清 還在司法過程中 但是内政委員會的招委 高金素梅 他堅持說要用撞船 這兩個字來當作報告的題目 海巡署長兼海委會的副主委 周美武他表示說 如果我們國內都在講說 這個是碰撞或者是撞船的話 其實是會影響到 跟中國的談判 那好像我們船 人家是停在那邊 結果我們跳高一跪去撞 那個意思 那責任就變成是在我們身上了 所以現在國民黨 到底是蠢還是壞呢 我們的海巡署正當的取締違法 難道有錯嗎 那現在國民黨立委到底是臺灣立委 還是中國的立委 稍後我們要帶一看看他山之石 其他國家在取締違法傳之的時候 說撞白人都沒在撞去的啦 那另外是基隆net這個爭議 今天基隆市議會召開臨時會 要好好救救基隆市長謝國良 東岸商場的合約書 也對外來曝光 那根據合約呢 微風預估說二十年 他們繳到市府的權利金 土地租金啊 變動的權利金 嘎嘎勒是七點五億元 但是算一算呢 過去八年營運的這個net 他也已經繳給市政府 就已經有四億四百萬了 那也就是說這兩邊的落差 是蠻懸殊的 謝國良說不要在一兩百萬之間 在那裡糾結 這個數字數學真的不太好 你去想想看一千二十年 這一差不是幾百萬的事情 共談北是好幾億的讓利 今天我們開始更多談之前 要來介紹來賓 首先歡迎的是民進黨立委王定宇 各位好 歡迎民進黨政策會執行長王一川 好 接下來歡迎民進黨 台中市議員周永宏 各位好 大家好 左手邊來介紹 資深媒體人王瑞德 各位好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王詩琦 大家好 還有國民黨新北市議員呂家凱 各位好 大家好 好 那我要先請教瑞德哥 今天我們來看到的是 在內政委員會叉叉喉喉 那主要我們其實有很多的點 可以來討論 那他們一開始其實是僵持在一個 這個開會的名稱當中 因為你開會的名稱 怎麼一開始好像就定調說是 台灣的不對 他的這個議程是什麼內容 我們帶大家來看 金門撞船案 翻船執法過程及後續處理進行 專案報告並被質詢 金門撞船案 這樣意思是什麼意思 是我們故意去撞人家嗎 我們是不是要去釐清 那今天看到的是國民黨的委員 我有在爭執說 習慣說管碧琳委員 可以把題目改掉 因為管委員他認為說 這個不應該是這樣子的一個內容 我們要把它再中性一點 這個就吵了半天 那不是已經在進行司法 相關的釐清了嗎 怎麼在這之前 好像一副國民黨 然後包括招委高清素媒 就已經定調好了 變這是好像是台灣海巡人員 不應該去執法 對 沒錯 跟各位解釋一下 為什麼今天包括管碧琳 身為海洋委會的委員長 然後主任 然後包括這個等於說海巡署 會反彈那麼大 包括民進黨的這些立法委員 會反彈這麼大 因為很簡單 高清素媒身為招委 他那時候的名稱叫什麼 這個專案 專題報告叫做 金門撞船案 翻船執法過程及後續整理 我問你 什麼叫做金門撞船案 誰撞誰的船 我問你 因為現在中國那邊包括台本 都說是我們海巡署的警察 去弄他們這個三無船舶 對吧 所以你如果把它弄成金門撞船案 那你是不是先入為主標題就認定 是我們撞他們的船 會有這樣的一個等於說過程 包括翻船執法過程及後續處理 所以後來海巡署才把它改成叫做 113年2月14號 取締大陸籍快艇事故 那麼案就對了 我覺得海巡署這樣不對 但是我覺得可以做柔衣 什麼意思 可以跟這個趙偉 那個高峻蘇媒 那時候溝通一下 先跟他講一下 高委員 沒有沒有 因為後來那個 後來這個管閉林 後來傳簡訊 國共騎 國共騎 畫舌天竹 我不要再多一個說 有關於海巡署原住民蠻多 他要拔鑿 你瞎這就多此一舉 為什麼呢 你就喊人騎 所以今天騎說 你這樣說什麼意思對不對 是要告訴我說 因為高峻蘇媒是來自於原鄉 選出來的立委 所以不必要做這個動作是對的 那麼重點來了 今天是這起事件發生到現在第20天 就要三禮拜 這個事情很簡單 就是一個 那麼中國的非法三無傳播 他沒有真怕 沒有漁船的名字 什麼都沒有就對了 非法的船 其實根本就是 我們思考 他就是個非法的船 無造駕駛 對啦 無造駕駛的船 而且無造駕駛的船 抱歉 在世界各國 包括中國跟台灣都一樣 對付這類的藝術 都一樣就對了 所以呢 侵入侵到我國的那個金門的 這個限制禁止水域就對了 禮拜之後我們去把驅離 先廣播給他驅離 他走 走之後對不對 在追逐的觀眾 我問你他走 走的方式不是說一般的這個驅離 今天海巡署的署長 周美鳳都直接講了 兩分鐘之內從禁止 突然間加速到好幾十公里 你看走就對了 走的過程當中 一定是左右 然後沒多久大翻轉 為什麼 因為過去這五年來 中國取締三無傳 比那麼多 三無傳這個名字是中國發明的 他們取締並沒有還嚴格 你知道嗎 然後呢 他們過去這三無傳的造型 弄這種方式 資質行 挑戰大轉彎 甚至於他們直接撞 中國的這個相關的海警船 這都是他們過去 所以中國海警船 他們對付這三無傳是怎樣 很簡單 中國國務院下令 直接沒收之外呢 還罰兩倍的罰金 然後緊接而來 還有一個專長有沒有 去弄他們的海警船 還給他砰一年四九月 所以這個是中國甚至於直接沒收的准 全部一致排開 直接在這裂 現場切割你知道嗎 現場切割 鋼板賣鋼 那個什麼 賣大杯 我請問你 這次不是有四個船員 都是內陸的嗎 貴州 四川 我沒有幾個 還不會游泳 他的三無傳都加兩個 這個算是引擎 是為什麼用的 各位想想看是為什麼用 是為了捕魚嗎 捕魚是跑步 當然也不是嘛 他被隱藏在部後 為什麼中共也要取替三無傳 招輸嘛 說得不好就是這樣 好 不管他翻掉了 兩條人命 站在人道立場 給你慰問 包括去送信 我覺得這是人情之異議 就不管怎麼樣 至少也出了兩條人命了 但是他的前提是 因為他違法入侵到前面大後來 拜託 他們的條件 他們談十幾場的對不對 現在不是死者家屬來跟我們談 現在是包括對岸國台辦的分布 也來跟我們談 總共的條件越來越高 現在不是說 現在都開始說要道歉 後面說要賠償 再來要逞兇 現在說叫我們的四個海巡人員 直接到那邊去受審 我跟你說 如果這樣有沒有 以後大陸偷渡過來到台灣 他們跟警匪追逐的時候 叫警察開槍打射什麼 違法反抗幹嘛 那豈不是連我們警察都會押到 對岸國去受審 欺負處理也請問打 給我們聽到 但是海巡署不是無懈可擊 為什麼呢 因為他也 他每一艘警艇上面 沒有用這個所謂的24小時錄影 那我覺得這是喊人騎 但是喊人騎 針對這部分要道歉 要改善 OK的 但問題是以前也沒有 以前也沒有監視器 以前為什麼 今天要看所有的道理 因為這隻鎮 兩個 算是對 想要送到中國的鎮 他也生人了 怎麼說 他說這隻鎮 已經停車了 停車意思說 我沒有開就對了 後來證實 沒有啊 他全速前進 因為他鎮變了 變了之後 整個推進器 有沒有 是往前的 所以表示他要走 所以他說北參 最後我做一個總結 現在根據我們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42條的第四款裡面規定 你可以驅離 你禁限制水域 可以驅離 你可以廣播 甚至於開槍 然後必要的時候 還不找他 是可以直接開槍打他的船隻 甚至把他擊毀 中國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1991年在金門 一樣在金門 禁限制水域 非法捕魚 中國國民黨那時候怎麼處理 直接開砲啊 你知道嗎 開砲兩發下去以後 砰一下 尊重很細 那時候中國國台辦要求一樣 要求道歉 逞兇 然後呢要求怎麼會 說一下 中國國民黨兩手一攤 調出雷達軌跡資料工 他侵入到我們這個地方來 我們只是依規定 把他去這樣而已 各位 今天海訊署署長已經說了 他們早就調出雷達軌跡出來 也已經交給金門地檢署的檢察官 希望金門地檢署呢 能不能動作快一點 為什麼 因為這已經不是單純的一個司法問題 已經演變成政治問題 這也不是中共國台灣說 說整包 如果你台灣承認九二公司就好談了 沒那種事情啦 你這件事要承認九二公司啊 莫名其妙 該怎麼辦 就怎麼辦 堅持我們的海巡兄弟 包括全國的治安人員 該怎麼辦 就怎麼辦 我們說一個得利就好了 因為呢 我們現在是因為取締 才發生的事故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看 在對岸他們針對這種三五船隻 他們是怎麼處理的 來請教逸川哥 我們看這一篇報導 也不是很舊喔 很新的喔 這個是二零二四年一月十號的報導 這邊寫中新網福建新聞 他這邊炎打炎制 連將查獲兩艘三五快艇 那最後來看結論 他的結論是呢 我們連將將結合學習貫徹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主題教育 要幹嘛呢 針對海上執法 他們會三個字 零容忍嚴打下去 他會嚴厲的打擊 所以執法沒有錯 對不對 我們執法沒有錯 可是現在怪的就是整個立法院 整個國民黨的 包括黃國昌委員 黃國昌委員說什麼 他說我們其實本來這個會議的名稱 就已經很中性啦 管碧林委員為什麼一直糾結在名稱呢 是不是要轉移焦點啊 民進黨團想要藉此來規避報告 並不可取 今天就是要報告嘛 你們也沒有說因為議事有什麼樣 大家炒成一團之後 我們就意圖不備詢 也沒有這個樣子嘛 來 益川哥 黃國昌有律師執照嘛 黃國昌也司法法治委員會嘛 他的題目叫做中性 你們剛剛黃國昌教的 或是要注意 他要這個題目叫做中性 你們老師有在說 第二 這一次的事情 是不是兩岸共同打擊犯罪 是吧 台灣是不是在打擊犯罪 對 剛才過了 兩岸共同打擊犯罪 兩岸共同打擊犯罪 要打什麼 裡面有在打走私的 打偷渡的 打那種組織偷渡的 還有刑事犯罪的 今天這條三胡漁船 不管你是要抓魚子 要創什麼 他是不是犯罪 他就沒牌了 對嘛 沒牌 我們這個海上 是跟他關照而已 邏輯上是跟他關照而已 叫他不要再過來 如果路人警察看到沒有牌照的 叫他停還不要停 警察是去用的 不是跟他關照是要抓的 這海上是跟他關照而已 為什麼海上跟他關照的 海上很麻煩 那時候要海浪一下 你不然當作你要撞 你撞撞到外面 可能是他把你撞的 因為那個海浪一起來 誰高誰低就不一定了 所以在海上執法的 這一些海巡署的官兵 他是拿四名在執法 因為當時要登船 要去那時候 他要對魚丸 他這麼準 跳去對方這麼準 對方這麼準 對方這麼準 就把他開走 如果要甩尾 整個開走 我們的海巡署的官兵 是有可能掉下去的 掉下去海裡面 所以我們海巡署的官兵 如果是這個事情 我們海巡署是在執法 沒有得到國內朝野的支持 醫藥海巡署的官兵 如果是進行的海域 還是海峽中線 還是去我們南來 地限制水域 這些水域 如果回到這些事情 看到招數的準 看到可能有人蛇集團的準 看到海巡第一步 快跑 快跑 我趕快把你救救到外面 撞到 撞到國民黨不想收聽 撞到 蔡亞黨叫人去報告 海灣的長官海巡署的署長 還要去那裡 會到這些官民說 整個不要去那裡 人家如果回到這個 趕快走 不然我也有可能去處罰 我的長官去用媚 純子去用派 暗的變成不做不錯 就不要做事就好 我們現在是在執法 所以這種海巡署在執法 國內怎麼會沒有共識呢 今天這拜一 這個回規好像沒有什麼共識 海巡署在執法 好像沒有辦法得到全部的人的支持 都沒有辦法得到全部的人 連一個名 連一個名也要摸 撞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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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巡署的准 撞准 主被動的感覺 已經有先入為主的觀念 然後這明明就是 現在已經是一個司法案件 金門地檢署也在查 今天本地內政委員會有提案 說要叫這個海巡署 搞什麼出來 搞這個什麼 傳載航程資料紀錄儀 帶到什麼 雷達軌跡 雷達軌跡 無線通連紀錄 這些東西都是檢察官的 檢察官一定炸 第一時間都靠起來了 檢察官在靠的 這叫政務好了 這政務 要拿來立法醫 讓你們這麼立法去玩聽 讓你們這麼去玩看 或是把你放在那裡 那不是偵察不公開嗎 如果是都能拿出來 高峰安安的事情 是不是都放出來 所以今天 我就失業了 所以今天他雖然 國民黨的立委 提交的提案 可是立法院的議事人員 也很聰明 意思是說 我們不能接受 所以搞不好 高津這案子都不處理 不敢處理 因為這如果處理下去 醫藥單 醫藥在信保持 他在這裡 侯友宜的警察 是新北市的執法 叫他沒有敗照 叫他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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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敗照 我知道 還想要逆向弄警察 到我去弄旁邊的車 中山落下的時候 我們的警察都要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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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什麼叫他 你為什麼叫他 把他翻車 他怎樣怎樣 這就不合理了 所以我覺得這一個案子 阿公你最好站到旁邊看就好 我們的金門地檢署會差 然後至於民宿的 不管是補充 補充 補充 這些東西 就照著你走 過去怎樣處理 就是怎樣處理 現在還說什麼 船主說什麼 要叫我們整個執法 那整個阿公那裡送神 你有要緊嗎 我為什麼要去那裡送神 你當作台灣是中國的嗎 台灣自己有自己的司法管轄權 我們要怎麼查我們裡面 的人是不是有過檔 這有我們的規定 也有可能查出來 是我們的官兵有過檔 這都有可能 就是我們進門地檢署去查查 跟國人說 到怎樣 我們也不可能把我們的官兵 送去那邊送神 說那個什麼東西 這我說兩岸就是 官的打敗就是阿公那邊 都亂說這個話 大家都不相信 你們有什麼善意 我們可以來看 這個是海委會海巡方面 他們提供的資料 救援試意圖 那我們的船是1051艇 在過程間就從雷達發現 有對岸的船在這邊 有中國的船隻 重點是這樣來抓他的規定 蛇行 愈來愈去 洗來洗去 重點在哪裡 這個叫做禁止水域線 禁止水域線 我再換一張給大家看 等一下委員來做補充 請教一下 這是不是我們的地盤 他在我們這一個線的裡面 他在這裡 他居然是在這裡 我們不會人執法嗎 我們其實完完全全站著住腳 不是嗎 那當然後續的那個遺憾的事情 又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現在的事情 好像都沒有在講前因後果 他們就一直在講說 後面你去撞 碰撞等等的 這一些 真的不懂嗎 我覺得全國的軍公教 海巡人員 警察 軍隊 應該看清楚這件事情 現在哪些人在說哪些話 剛才乙川還是桂牙講說 黃國昌說 這個名詞 很中性 撞船 很中性 你們是不是要轉移焦點 這個名詞叫中性 警察在逮捕犯人 犯人拒捕在那邊 亨雄打來打去 那個叫做妨礙公務跟拒捕 誰會說那個警察跟那個歹徒 在護毆 那個名詞是站在邪惡的歹徒那一邊 根本一點都不中性 打扮下去 打扮下去了 今天這個事情有兩個基本的要件 是否在執行公權力 第二個是否違違法事件 如果海巡的弟兄姊妹 是在執行公權力 如果那艘船舶 它不是沒有駕駛支照而已 不是沒有牌照 三無船舶是第一 船沒有身份證 第二 它沒有港口的登記 所以全世界都追討 這像是海盜你知道嗎 它是塞在那邊 突然就停了 它沒有港籍 第三個沒有捕魚許可 中國的也沒有 台灣的也沒有 這叫三無 沒有捕魚許可 沒有船舶登記 沒有船籍登記 其中准它是個 本身的存在就是違法 跑到我們金門 你看那個圖就知道 在金門的水域裡面 是侵入我國海域 侵犯我們漁權 也侵犯我們的主權 任何國家都會取締 所以它既是一個海巡署的 執法案件 執行公權力 它也是一個違法案件 然後你的報告寫 撞船 這叫做中信 可以這樣子嗎 可以這樣侮辱執行公務的人嗎 今天我們警察到路上 看到歹徒 看到歹徒在殺人 看到歹徒在吸毒 說東西放下 趴著不要動 否則我要開槍 那開槍之後叫什麼 警察殺人事件嗎 執法吧 那如果歹徒要跑我去追他 兩個在那邊扭打過程當中 我們說來加油看誰打贏嗎 不是吧 這叫執法 跑的拒捕的叫做拒捕妨礙公務 兩個都有罪 然後你現在把它寫成撞船 說這叫中信 可以為了因為黨派不同 昧著良心到這種程度嗎 所以這裡面有四個很大的不當 第一個 我先講一個基本的 家愷將來也許會當立委 永宏又有機會 立法委員 我們不分黨派 有一個鐵律要守著 你不能因為你當立委 可以介入個案 我當了立委 何志輝講當年那個案子 被檢察官被調查局查 我可不可以在立法院報告 貴雅是記者 那個實際也是老記者了 你不要講講 你不要破壞我的浩然之氣 老記者 資深記者 好不好 你在立法院以前 去弄那個個案的話 都會被全體社會各黨派踏罰 對啊 傅崑奇的內線交易案 可以叫查辦的單位洗錢 房治中心來專案報告嗎 不行 不能介入個案 我第一次看到 這一屆的國民黨的立委 荒腔走板 提案要去調個案的內容 立法院以前 這都會閃一下 間接一下 沒人在接 這第一個不當 第二個不當 撞船是誰定調的 國台辦 中國定調的 那為什麼定調之後 我們台灣的國會 就有 就國民黨 就要把這個定義成撞船呢 撞船只有就是 去除我們海巡署 執行公權力 或者呢 把中國的三無船舶 侵入我國海域 把它除罪化 你懂我意思嗎 如果把它除罪化 以後它走私的船隨便來 我們沒有辦法 或者我們海巡署 以後不敢執法了 只有驅逐這兩個 才能叫撞船啊 你為什麼要符合 中國的論調 第三個不當在哪裡 雙方現在在談判中 為什麼要扯海巡的後腿 所以今天周美武 署長講了一句話 他說你寫撞船 這有責任歸屬問題 沒有想到 從背後開這一槍的 是我們中華民國自己 國會議員把它定義成撞船 以後呢 談判或者國際海事 要訴訟的時候 中國說 連台灣的國會 都認為是撞船 為什麼要扯海巡的後腿 我最後講就是 這是一個執法者跟違法者 基本的架構 你認為執法哪裡不當 執法的技巧哪裡要加強 要增加哪些儀器設備 我覺得可以討論 但是把執法者跟違法者 抬到一樣高的位置 模糊了我們公權力的主權 模糊了中國 無力約束三無船舶 你模糊這個 然後讓中華講 九二共識他要搞政治 中國操到三無船舶 是多嚴厲 阿根廷對違法侵入的那個漁船 不是三無船 是有船籍的漁船 侵入他們水域在捕魚 直接英文告訴他 你對你船員的生命安全有責任 停船 否則我要開砲了 然後第一次開砲 射擊三分之一位置 再叫你不停 鳴笛 free fire 就自由開火 那條船就打沉了 北韓 印尼 印尼也開砲 韓國2016年以後 也可以衝撞 也可以開砲 所以我講 這個就是一個違法事件 中共為了政治去停海盜 中共為了政治去挺三無船舶 是不是請中華人民共和國 向全世界宣告 以後在中國海域 三無船舶 不取地 不違法 一喝大功話麥 我今天有po這個 這個還是2021年 結果好多一大排 福建 福建 福建海事局今年1月 才抓了兩個三無船舶 拆掉 移送法辦 這個是哪裡 遼寧省 丹東 海警局 說抓到三無船舶 人抓去關 錢罰你船隻價格的兩倍 然後呢 船怎樣 當場用那個 分屍 假碎機 砰把他打成扁扁的 像餅乾盒 你可以取地 我們不能取地 所以我坦白講 這一次全民挺海巡 是讓海巡的弟兄們 他可以放心的在那邊執法 如果我們不讓他執法 我們的漁民生計怎麼辦 如果我們不讓他執法 澎湖的海沙怎麼辦 所以我不懂 國民黨或者一些政黨的人 你真的要站在我們 國家海巡的對立面嗎 這些弟兄是我們的公務員 是我們執行公權力的人 一定要為了政治 那討好了誰 安了誰的心 讓誰不放心 我覺得台灣人們要看清楚 你們這裡就有國民黨 那佳凱我請教 因為這邊有一個是 自由評論網投書 這是台大法學院 國際法的教授 叫做姜黃植 他說對啦 人命關天事沒有錯 他也很贊同 但是應該要做司法的調查 那他去檢視了 包括國際法 包括國際慣例 他認為像是這種執法的取締 碰撞是國際海上執法慣例中 影響最輕的手段 其實我們不算是說很激烈 然後反應動作都很大 強制取締的 碰撞是最輕的 對 然後還有開水泡 對 水泡打到船 會散掉的 然後再來開武林機槍 再來開76炮 都有 飛彈我還很少看到 但是 水泡 機槍那個是常用手段 因為他在執法 他在執行公權力 那個不叫開火殺人 不是喔 而且就像委員講的 這個 碰撞是輕微 而且呢 如果你在執法的時候 你覺得危害身高 甚至可以考慮集成 你剛剛舉的例子 阿根廷相關的例子 所以我們現在認為的是說 取締合理啊 可是感覺國民黨跳過一個步驟 直接就已經定罪了 當然任何的行為都有依法可循 所以要先給海情的同仁一個肯定 因為他們就是執行 但有沒有情況 那是後續在檢討的部分 我覺得大家去思考一下 這個專報告 它的動機 它的出發點是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20天前 因為這個漁船的事件 先不說是不是碰撞還是什麼 因為這有待檢調的調查 比如說這個事件 這個專報告 它有兩個出發點 第一個就是針對這個事件 延伸的後續 我去做一個海巡設備 SOB檢討 或是設備的檢討 我覺得這真的沒有話說 第二個 我們能不能透過這個專報告 去給幫助事情還原真相 我相信這是很多的立委 希望可以幫助的地方 因為我們都知道 現在這個事件 雖然說大家都說 談判談判基於人道 我們要給對方加速一個交代 我告訴你 你說到這個我就想到 因為今天委員會 前面前六名都是國民黨的委員 然後第七名是蘇巧惠委員 前面這幾個 拼拼拼拼 然後就是你覺得他們 只是來吵架本而已 然後一直到蘇巧惠委員 在質詢的時候 然後高精是招委 他還講說 謝謝蘇巧惠委員 這一些詢答的內容 讓海巡署長 有這些表達的機會 覺得有助於釐清事實的真相 前面他聽了那麼幾位 他都沒有聽到重點 所以我說這個事情 我像不分來亂 如果有專報告 大家都支持 但是現在就是基於說 你的名稱 到底兩邊怎麼能介紹 因為我確實覺得 壯傳有點先入為主的概念 確實不那麼適當 但是你不開專案報告 是不是有三個原因 第一個 你是不是對高精是我們有意見 對 有沒有 有不開專案報告嗎 不排除嗎 不排除 還是你對名稱有意見 那假設對名稱有意見的話 那如果我們換個名稱 變成金門驅逐案 那能不能因為我們改個名稱 就可以有這個專案報告 你有點像本黨的議員 沒有 我說啦 你現在主張跟我們一樣 我說啦 你換個名稱 因為重點是要專案報告進行 我覺得名稱並不是那麼重要 不不不 名稱很重要 加愷 你們的立委們 認為名稱很重要 可是壯傳對於責任歸屬有影響 第二個 剛才貴亞把還原 前面那六個 就在罵 罵人也是要全力 蘇巧會還原那個路線 在哪裡 有沒有S型 民進黨的委員 包含管碧琳海委會主委 都支持專報 我可以甚至於告訴你 這個禮拜 國民黨幾乎所有委員會 都排這個專報 幾乎所有委員都排這個專報 報告沒有關係 真的沒有關係 但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名詞是國民黨堅持的 不像你剛才講的 我們不要堅持名詞叫做驅逐案 你如果叫金門水域驅逐三無傳播案 專案報告 我給你掌聲鼓勵 誰敢改這個名字 不動 我支持 我支持 因為我覺得最重要是專案報告去進行 我覺得立場 我們給時期一個畫面 時期 我必須說 我必須說 這件事情的重點是要給死者的家屬 一個交代 而不是四肢才是要對雙方兩岸的 政治人物一個交代 我覺得才是重點 優先我們需要給死者家屬一個交代 所以我覺得專案報告 能夠後續的進行 而且也對我們所有海巡的同仁設備 能夠提升 也是一個預算上 在審查預算的時候 能夠多多到位的一些晶配 我覺得才是重點 沒有 這裡 剛才佳凱講了一個說 現在是不是碰撞 我們另外再談 不能 我現在就要談 水域在這裡 這是我們金門這個形狀 骨頭很清楚 金門的水域靜置線很清晰 這條線是國民黨執政時期就畫了 這個是很清晰的線 在這裡面 這第一個事實 它在我們的水域沒有經過許可侵入 第二個 這條船連中國都承認 什麼都沒有 沒船籍 沒登記 沒許可 什麼都沒有 是一個違法的山無船舶 違法入侵我們金門水域 所以海巡在那邊執法 不用查明了 很清楚就是在執法 它不是撞船 是在驅逐或者逮捕 它是一個公權力的執行行為 這是一個客觀事實 除非我們現在辯論這個 否則在這個客觀事實下 你今天一直在講它是撞船 碰撞 道個歉也沒關係 我今天還講 曾經他們中國那邊來談判的代表說 要我們的人去那邊被訓問 我們如果被訓問 以後沒有主權以外 再來 以後他們的非法船舶 進入到我們任何水域 對啊 誰敢執法 就不用執法了 那台灣人民安心嗎 台灣的漁民安心嗎 金門的百姓安心嗎 所以這件事情 我坦白說 國民黨一些個別的委員 會去比較親近那邊 我們不意外 但你們現在整個黨團陪進去 海巡弟兄是藍帶綠的 不是喔 不要這樣去騙別這個事情 我覺得這個事情 國民黨適可而止 否則傷了海巡的士氣 我擔心的是我們海巡在執法 現在執法的士氣 如果低落的話 受害的是我們漁民 士氣先來補充 我覺得 綜合今天立法院 在野黨的這些表現 有一個很深刻的感覺 就是在他們眼中 國家不重要 司法也不重要 證據更不重要 唯一重要的是 只要我可以罵民進黨 這件事情超重要 所以忽略了司法的這個 偵辦中的案件 忽略了 這個是我們國家的這個國界 也忽略了這個正在偵查中顯現的證據面 通通都不重要 我只要罵你這個管壁嶺 哇你怎麼可以這個樣子 我跟你講撞傳 你竟然還敢喊控 我說撞傳就撞傳 立法權現在獨大 他把自己膨脹的非常非常的嚴重 就是要不然我也支持 要不然你就修憲 你就五權分立 全部變成一權 叫做立法權獨大 有本事你就修啊 好那剛剛這個桂亞講到說 你前面有六個國民黨立委 然後平民表明之後 搞不清楚真相 一直到第七個蘇小惠 才讓這個海巡還原了說 好我們現在這個 當初的這個狀況是怎樣 然後高金招偉還稱讚 不是啊高金 如果你想要知道那個真相的話 你為什麼只給管壁嶺三分鐘報告 他今天就只給管壁嶺三分鐘報告 真的假的 真的啊 就給他三分鐘 我以為是管壁嶺只報告三分鐘 我就反過來 然後還罵管壁嶺的報告說 你這個只有六頁不夠 為了讓大家幫忙讀書 所以這個全部掃成PDF檔 我也已經上網公告 請大家好事之苦 可以幫忙看一下這個報告 這報告全部揭秘 謝國良說的 很多都炒大